之前我們節目也討論過 第三代半導體 目前這個題材也是很熱 第三代半導體除了碳化系之外 就是氮化家 氮化家其實現在使用的是 這一家公司 納維的技術 納維在美國也掛牌 台灣有沒有相關的概念國 到底納維是做什麼 未來我們一塊來看 我們看到 其實過去一個月 納維的股價狂飆了三成 最主要就是 它是現在全球第一家 也是出貨量最多 關於碳化加晶片的公司 這個月為什麼這麼熱 其實來自於蘋果 蘋果在官網上放上了 氮化家的充電器 可以應用在MacBook充電 所以其實讓大家 開始對未來氮化家 整個市場打開 而且爆量成長 有很大的期待 我們其實看到 這個關於氮化家的一個應用 最主要適用在哪裡 其實就要講到 因為氮化家的晶片 跟傳統的系晶片相比 它的體積比較小 重量也只有一半 而且在於所謂的一個 能量損耗可以降低40% 然後提供三倍的功率 所以簡單來看 它是適合用在比較中低壓 而且高頻的一個市場 那就包含像手機的無線充電 或者說將來就是像 蘋果開始帶動 很多筆電也要跟進 就是改采用氮化家的充電 整個氮化家來說的話 占目前半導體的一個比重 當然還沒有很高 在2020年的時候 大概是90億美元 但是估計到2026年的時候 這個市場真的就是 爆炸性的成長到 130億美元 但是更重要的是 關於氮化家應用在快充IC 這個部分 2020年的時候 只有小小的2000萬美元 可是到了2026年的時候 可以一舉跳增到21億美元 這樣子的一個年 複合成長率是高達117% 所以每年都成長一倍一倍以上 這其中的21億美元的商機 主要就是應用在大宗的部分 就是智慧型手機的快充 另外就是在7.24億美元的電動車 也是一樣快充 所以我想未來其實 第三代半導體 不管是碳化系或氮化家 其實它是各有所長 因為物理性質的一個不一樣 就會有終端 適用不同的一個產品 國內相關的這種氮化漿概念股 其實如果我們進一步把它分成 所謂的上 中 下 游這樣來看的話 在最上游的部分 IC設計 目前就是有一家新掛牌不久公司 10月底才掛牌的全訓 它以前都是承接所謂國防軍事的訂單 所以其實代表它的一個技術實力 是很高的 但是目前當然就是要切入到 氮化家這個領域去看 後面它的一個業績 會不會有更大的一個增長動能 否則如果你看 它前9個月營收是 大幅成長46% 不過EPS相對還是比較低 這個普遍往下看就會發現 氮化家族群的一個特色就是 高本益比 所以在累積的部分 現在有切入了像 富彩投控 它主要是因為旗下的金層半投體 因為營收的部分 是因為它是後來合併成投控公司 上半年其實EPS也是大概只有0.64 另外全新的部分 上半EPS2.44 全新其實主要還是 以切入碳化系的累積為主 想要跨入到氮化家 不過這部分來說 當然實質業績的貢獻 可能還要再看一看 反而技術上面比較領先 耕耘10年左右的是在加金 加金現在是橫化 碳化系跟氮化家 再來我們往下還看到 就是在代工的部分了 就像傳統的金元代工 目前跨入到第三代半導體的 有穩帽 有紅捷科 有漢磊 當然其中最重要指標還是在漢磊 因為它是目前國內 在代工這個部分 唯一家可以跨入到4吋跟6吋 而且是碳化系跟氮化家的公司 這些公司當然本益比都高 不過現在大家其實在關注的就是 未來這個商機引爆了之後 他們明後年能不能都能夠繳出 大幅度跳增的成績欄 OK 好 謝謝薇良 第三代半導體這些強勢股怎麼做 因為大家知道現在這一波 這個多投行情 大家開始想說我要買一些強勢 但強勢股一買又很擔心被泡到 講到第三代半導體 要先講到漢磊對不對 那漢磊為什麼最近這麼強勢 請你來看 漢磊買超的法人是誰 中間這個最強 投信 所以你只要盯投信沒有賣出來的話 這個都很安全 再來你看這個資券比 融券不斷地增加 融資不斷地下降 呈現一個非常極端 這個就是很多人去看不慣它 券資比很高 對 就想要去軋空它 就是要放空 然後就被軋空 這就是因為剛剛講的 所以從網面來看覺得沒問題 為什麼有軋空條件 你看資券比超過30%以上 就有軋空的嫌疑 你看這個 它已經到55%了 你看最近比較腰股 智原也有57% 這都是很強的 你看美琪 也都是投信任羊股 對 都是投信任羊股 所以你只要盯投信 沒有大量的賣出 然後資券比又很高的時候 就有軋空的這樣的一個嫌疑 覺得這些都還算會繼續強 對 你看這個美琪 智原 有沒有 腰股 然後漢磊 這些都很強勢的 對不對 技術面來看 我們就看技術面 你看我們剛剛跟慶磊聊過 Hi low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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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就是Hi high 它的滿足點到底到了沒有 我們看到目標價 從46.75%開始起漲 這個第一波高點到125% 如果算起來來講的話 只有漲了78.25% 你如果把這個78.25% 再加125% 再把它放上一倍的話 那它滿足價是203.25% 所以短線來看的話 所以中級有可能看到200多塊 但是你如果看短線來講的話 這裡是100塊 這裡是125% 對不對 大概漲了25塊 再往上的話 大概150 所以差不多150以上到200塊之間 這個就一定會震盪 但是它還是 所以你算是 漲到你這個目標價 你算是高價了 高價了 但是還沒有到一個滿足點 因為它現在還有 但如果之前錯過這一段的呢 現在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嗎 還是可以 因為它還是在一個 Hi high的一個上漲的區 它沒有大幅度的回檔 風險不會太大 你看這個 法人是不是在買 散戶是不是在賣 現在的籌碼是落在法人的手上 所以說它還是有一個 我覺得還OK 還OK 還有上漲空間 所以最近如果回檔 它應該還是比較抗跌 後面應該還是有機會再往上 因為那種軋空行情 很多人被軋空 只要股價稍微回跌 我就趕快要補 不然的話 我再拉上去的話 它是不是要推高 所以這些被空單的人 他可能就是會被迫買到高價 所以這個股價就比較容易推上去 你覺得這個是有軋空的力道在注射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蓬城 蓬城也是二極底 對不對 那也是一個非常強勢股 你看 也是投信 也是投信在照顧的 它跟它不一樣 它特別的是什麼 融資 融券同樣在增加 那代表說 其實這個市場是很活弱的 不單單是放空 也有融資買進 所以說這看起來來講的話 是一個相當活弱的市場 所以說這個股票應該還會在漲 那我們看它的一個技術面 然後技術面來看的話 你看 本身來講的話 現在也是一個high high的行情 也是一個往上的行情 那你看這個大戶不斷的加碼 從這邊開始有沒有 這個階梯是不是不斷的買進 那你看散戶是不是不斷的賣出 你看這個是不是下階梯 那剛好這個轉折點 就在我框起來這個位置 有沒有 大戶在這邊加碼的時候 散戶在這邊是賣 所以散戶通常是賣在最低點的位置 大戶是買在這個最低點的位置 韭菜人生 對 然後你看 整個我們來算這個幅度來講的話 183是這個起漲點對不對 243 最近的就是這個幅度 243跟183 撿起來的話有60塊的一個潤均 那243如果再加60塊的話 那它的目標價就有可能看到303 那如果說它過了303來講的話 你就要算更大的幅度來講的話 從這個最低點就是265跟183之間 這個潤均再加上去的話348 所以預估它的一個滿足點測 應該在303跟348之間 OK 所以現在這個價位你覺得 應該還會在漲 還會 因為過了303的話就繼續會往上 現在已經非常接近了 所以這個應該還是看好了 不用先落袋尾安嗎 不用 因為它現在還在 持續的一個往上漲的過程 我們看籌碼如果大戶沒有出現 大戶沒有出現賣出的話 還在繼續買的話 這個行情就有可能往上推 所以現在這種多頭行情 我們現在唯一能夠依據的 就是籌碼 因為籌碼就是真金白銀 大戶如果持續買進的話 我們當然就可以Hold住它 OK 謝謝榮哥 等於是從籌碼面來看 如果你是坐被抬轎的話 如果人家已經下車 自己要特別小心了 好 我們先謝謝現場所有來賓 我們看到全球首富在做夢 投資人現在也是在做夢 祝福大家控管好你的資金 跟你這個風險指標 一起把你的美夢實現吧 下個禮拜再九零開趴 拜拜